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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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童心 現在開始上課 請大家就坐 謝謝 大家午安 大家午安 今天很高興 能夠在這邊跟大家見面 我在這邊告訴各位 因為有的要自我介紹一下 那當然我沒有跟其他的同心 我的感覺我也是蠻幸運的 我是從商業學校去參加大學考試 早期讀商業學校 就是在就業 我們那個年代 商業學校畢業都到銀行上班 所以我也蠻幸運的 就是有一個因素 給我去考大學 當時我媽媽 我叫她就卡將 當時我哥哥他就拒絕當兵了 用什麼條件去拒絕 她說一定要多少個重量以下 或是什麼情況可以不當兵 當時就 她餓 用餓的方式 後來她沒有去當兵 因為我比我哥哥高 家有 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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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媽媽說那這樣考大學好了 因為考大學是當預備進官 當時候我們 所以商業學校要跟人家考大學 當時候的大學不是現在的大學一樣 入體率差不多百分之十六左右 十萬人去考差不多入體的一萬六千人 我很幸運商業學校能夠考上大學 大學畢業以後也是很幸運 所以戲子人介紹我去學校 我進了學校 我當時候講 我們沒有背景啊 什麼事情都沒有跟人家計較 我第一張聘書 還跟我寫什麼 寫說 教員兼桌球教練 為什麼呢 這個也是國立學校啊 怎麼會教員兼桌球教練 因為早期有一個叫做主席杯桌球賽 我在南部的一所私立學校 帶隊啊 剛好碰到台北商專對抗 我帶的隊打贏了 他們這些學生 他們的北商的球隊 看到我說在北商那邊出現啊 去跟那個體育主長講啊 所以當時我是公益學校嘛 我拿聘書沒有寫桌球教練到時候我不接受了 他可能就是這樣的因素啊 第一張聘書是教員兼桌球教練 這個我也都沒有計較啊 早期我們是本地人嘛 我校長是吳士漢校長 他是江西勞表 他是幹縣啊 就是那個廬山管理局的局長 廬山管理局局長大家曉得嗎 以前跟蔣經國啊 是在一起的啦 他來接收以後 就在這邊當校長 一直下來 我進去 可以跟大家講 台北商專 早期是北商的老師啊 不是部長級介紹來的 你不要講進去 所以他們都有背景 我們本土人也懵懵懂懂的在那邊 你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所以我要告訴年輕的朋友 我講這樣的話就是要告訴年輕的朋友 這個觀念啊 因為一一一人力銀行 當時候我在大學研究所當教授的時候 他叫我寫一個 等於是一個格言啊 叫我寫簡單 我當初我就想 認為我的認為啊 態度相當重要 為什麼 我本身的例子 我到那邊去 人家 帶隊出去比賽 禮拜六帶隊出去 都報加班會啊 我從來沒有報那個加班會的 到時候 校長說 欸 分一個宿舍給你啦 我說 我不要宿舍 希望跟我真等就好了 我當時候跟 吳校長這樣講 那個 那個時候的 台北商川的宿舍是 分在永和那個 公首 進 如果 我說 好 分給我宿舍 那 他可能 我 都沒有什麼要求啊 我只要 校長說 人家 升等 的條件 我也 按照 升等的條件 因為他沒有跟我升等嘛 因為你是本審人嘛 你沒有後台嘛 在我的感受上是這樣 這個就是 因為 人力銀行 他要我說 寫一個歌詞 我說 態度 還有 有心啊 就這兩句話 態度跟有心 我為什麼這樣講 我 用這兩句話 我的女兒 她 大學畢業以後 她 在KPM工作 她來問我 說老爸 她去工作 她去工作 要注意什麼 我跟她講說 妳的皮膚的顏色 是不是跟人家一樣 因為我到國外去了 全家都帶到國外去了 妳的皮膚 我們是有色人種 在西方 認為我們是有色人種 西方的公司 她要用自己的人 還是用妳 有色人種 我問她說 妳的皮膚 是不是跟人家 她說 不是啊 那不是好 老闆 妳的主管 交代妳 說 這個三天 妳跟我做完 我告訴她說 兩天做完 妳又去跟 妳的老闆 或是妳的主管 要工作做 這個就是態度 她就聽進去 真的 去 要 工作 所以她在KPM工作三年 比白人 跟他們同一等級的 在那個公司工作 她可以說 三年就有六年的經驗 因為 老闆認為 妳的能力很強 都來要工作 白人 她不會去要工作 叫她三天 她就在那邊 坐三天 完了 老闆一問說 妳完了沒有 完了 再來換新的工作 我說妳要去 要工作 妳當老闆的時候 妳怎麼想 是不是妳比較優秀 做得比較快 欸 那這樣的話 老闆認為 重要的 比較重大的 比較困難的 都會找妳去做 她在那邊 等於是 三年 等於是 做六年的 累積的經驗 因為 KPMG 大家曉得是 國際的 國際的 快递 在人家說 在四大裡面的 公司 因為 從小 我不曉得 我要到國外去的時候 我帶她去 那個 重慶 南路 重慶南路是什麼 書店嘛 大家在台北市的時候 大家在台北市的時候 我只要是 告訴她說 來 這家妳進去 老八的著作 有沒有在 屋架裡面 她去看 欸有啊 老八的著作有在那邊賣 好了 我只帶老大來 老大是妳的 我也不曉得 她 去工作了以後 有這個成長以後 她 才曉得說 我曾經有 告訴她說 早期會計師啊 簽名啊 就要拿錢的啦 我是告訴她這樣 所以她在國外 她也選擇會計師 也很順利 會計師 在當地 會計師 考試及格 她 在那邊的經驗 後來 要讀 研究所 我說 老八還會賺錢 妳到 英國去 只有兩個學校給妳 欸 牛津 劍橋 其他的 不一定來 我就不知智了 她到英國去了 一個禮拜 工作 人家就找她了 她 在英國工作得很順利 目前在倫敦買了三棟的房子 倫敦 我這也是要告訴年輕的朋友 工作態度很重要 再來就是有心 每一位同心大家都有心 一定會成功啦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如果要看我的自傳 很簡單 上111 4個1 人力銀行 打 那個 她早期是 世界名人華人小傳 小傳記 華人小傳 打張文猿 可以看到我 這個字 我都寫得很清楚 我小孩子的時候在成長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各位已經 搭上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列車 就要看大家的 態度怎麼樣 如果 你了解了 這個是百分之百的正確 你就要考慮 要走這一條路是正確的 當然 是遲早的事 所以 大家 態度 參與啦嘛 有心 兩個條件 你要去 你要去 介紹你的好朋友 把這個 告訴他這個理念 趕快來塑信 再來就是什麼 辦 身分證 美國告訴我們 你 塑信四千名 掙錢交給你 這幾天啊 我們同心啊 都已經照到 美金的直層飛機啊 飛進來了 啊 秘書長說 這個只能看啦 美國要求啦 不要把它曝光 我們自己照到的啦 所以還不要曝光啦 他們要求 我們 一步一步 一腳印都 接受美國在指導 所以 拜託大家 叫 朋友來 上課 跟 申請 十分證 因為 有你們 就會有成功啦 如果 沒有你們來 我們的成功的機會 也會緩慢下來 所以 我要感謝大家 我們 已經投進來了 搭上車啦 一定要趕快 加速度 把它達到 我們的目標 目標一達到 歷史長說 要求這一次的選舉把它停掉 如果又再給它選下去的話 又搞四年 所以 當然 這個就是要看大家啦 這個字要拜託 給 現在 我要 再來 這個 就感謝大家 我們再來看看這個 大家詳細看看 這個就是 等於是 是 自台 自在 台灣的 中華民國政府 各單位 行政主持 接系的 入戲 發表 這個把它 匯職 怎麼是這樣 你們大家想看看 思考這個問題 大家思考這個問題 想想看 為什麼 ROC 這個行政單位 都在匯職啦 這個 我會騙你 上網去查 拜託 年輕的朋友 回去 一定要去 轉告 你的同學 趕快來 趕快 搭上這一班 班車 到時候 沒有位置坐了 這個 這個是不是 大家看看 這個 原住民的委員會 會組啦 外交 部 領事事務局 的組織也會組啦 奇怪 還有什麼 勞工保險局的 組織條例 也會組啦 再來 就是什麼 幼稚教育 教育法也會組啦 再來 阿童福利 組織條例 再來 這個什麼 監獄 也會組啦 因為我們要實施什麼 我們以後 不要有監獄啦 監獄以後 都跟他改為什麼 老 老人院 為什麼要有監獄 邊刑就好啦 在警察局都 設那個邊刑室 真的 犯大案的 貪污的 抓去槍斃就好啦 一定會這樣實施的 我們一定要改變 沒有改變的話啦 像月四文這樣 一千六百萬 現金呢 還有很多 都在做什麼 林醫師啊 有的那個消防署的 都要現金黃金美鈔耶 他們都知道 這個都要匯子啦嘛 他們要跑啦嘛 你看 財政部 國有財產幾 也要匯子啊 你看 再來算 有幾項啊 一直算 國防部 總政戰 作戰組織條例 他不要打戰了嘛 來 參謀本部 再來 政治作戰局的組織條例 還有金備局 還有主席處 國防部的 金醫組織條例 都寫在這邊耶 年輕的呀 要把這個信息傳出去啊 要不然 大家都不知道 ROC是不是想落跑啦 不想落跑為什麼 什麼 對啊要匯子 來 那個 警察署 那個 電信手組織條例 還有什麼 鐵路警察 還有 港務警察 還有 那麼 警政署 你看 你看看 如果有在看我們的節目的 本土台灣人 在世界各地 有回到台灣來 希望你去我們各地的 辦事處 趕快我要辦一張身分證 也歡迎 國外的年輕人回來受信 我在這邊講過了 專程回來受信 初級班 高級班 畢業 上兩屆 有一個非洲回來的 我問他 他說他巴巴 告訴他要求要回來受信 他看網路的 我特別買 私人買一個 徽章送給他 我也宣布 希望 如果你是國外 專程回來 在30歲以下的 我也買一個徽章送給你 要高級班 因為高級班以後 我們才會有任用資格 你願意回到這邊 又有這個意願 來替本土台灣人做事 那當然我們很歡迎 他還告訴我 他要用 外國學生要去日本一年 學習語言 你看 他所在的地方是用英文 他又要去學習日文 這個就是住在這邊的天皇 那就是等於這個 我們現在是美國 美國政府佔領 台灣是屬於美國首佔領 他要去學日文 這個就是住在這邊的天皇 我們這塊土地還有老闆就是天皇 所以他的家長真的是在安排他的子女 真的以後要回來服務 如果你有具備兩三個語文 那就是以後可能大家上課都有聽到了 以後我們要用什麼英文還有日文 你看真的有的家長真的有心 非洲回來的 所以說有在看就可以很清楚 你看警政室一直在匯職嘛 刑事警察局啦 還有這個警政室航空警察局啦 還有這個廣播電視台啦 廣播電台啦 還有這個什麼機械修理場啊 都在匯職嘛 實在太多了啦 是不是大家有這個福音 在這邊才會聽到 所以啊 拜託大家 一定要告訴你的朋友 給他知道叫他上網或是來看我們這個節目 我們這個節目我們這個節目很簡單嘛 你就打上去我們的那個網站 你們這一期的140613這一期的 我們這個是什麼 華理學院把打上華理學院下去 打這個裡面有上課的情況 我們把閉幕室把它打出來 就很清楚會看到這些 這個怎麼又很配合 前幾天新聞大廣告 說叫大家去福建平坦去投資啊 有沒有 三年前我們就很清楚啊 我們三年前就在這邊講 那個是美國跟中共講好了 說他把平坦開放給 也不想在台灣的流亡府帶來的這些人 回歸他們的祖國就是平坦島 我們三年前就在講啦 大家都說 哪有這個事情 啊就是這樣啊 電視上都叫大家去那邊投資 也有人家在那邊什麼 受害台商在平坦島受害的台商 在台中高雄在什麼 抗議遊行 這是什麼 大家去想啊 你看 這麼多啦 這麼多啦 這個健康 衛生署國民健康籍啊 這個衛生署那個 餘病管理籍啊 都在會族啦 請問一下 那位子的話 他每年說這些員工都去哪裡 當然這些員工還是照做啊 到時候我們看怎麼去接受啊 到時候我們看怎麼去接受啊 這個沒有關係啦 你們看一看你們就很清楚 這個要是要加過 你也要改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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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什麼單位在設立嘛 不能說會族就沒了嘛 這個不是我在講的呢 這個不是我在講的呢 這不是我在講的呢 你也要改外部 你也要改外部 在什麼單位在設立嘛 不能說會族就不可以了嗎 這個不是我在講的呢 好了,我們這裡就好了,這個補充 現在我們很多年前在講了,這個都是老資料 2012年6月,他們自己因為他們沒有講 我們老早就知道,他們在講 好了,我這一張就是福州的報導 說這個地方平潭島跟新竹很近 他現在已經在台北港,在台中港都有定期的航班在走 這個就是美國安排的 中共也,他希望這樣 台灣這些人不願意留在台灣的跑去那邊 如果到處都跑到中國的其他地方去,他也很難管 大家都來這邊和你做亂 這個地方把它炸掉,轟手 只這個地方給你們去亂 他怕說我們不願意在這邊,有的到新疆 有的到上海,有的到那個山東 有的到雲南,他很麻煩 來來來,都到這邊來 就是這樣啊 大家去思考這個問題 當初是這樣的 他說是台灣特色,五個共同 因為時間上的因素 這個,這個 來,我們 這個,我想 好啦,這個給大家前進平潭島的影片 給大家看一下 統戰的手法可能又來了喔 好,現在很多人都打算去平潭島 為什麼是這個島呢? 好,有人說呢,你如果願意去大陸單光的話 你就可以到這裡來 好,我們看看這是什麼地方 平潭線跟台灣呢 航程是三小時的距離不算太遠 他們現在開始呢,就在大舉的挖角 我們台灣的人才 特別打造了這麼一個平潭實驗區 裡面的管理階層通通用的是台灣人 它的總規制複製台灣 而且呢,據說喔,民調當中有47%的人 是願意當中國官 年薪當然很高了,大概是兩三百萬元 接近是台灣部長級的薪水了 而且現在最新的消息是說 還傳出他們有意思要延覽清明黨主席 宋楚瑜是擔任整個區裡面 最高管理的職務 可是清明黨否認了 船身高達四層樓,附設豪華內裝 莉娜倫正式啟航 從台北開往平潭 大陸福建向台灣招手 要找一千人去當官 我有去過 你有去過大陸嗎? 對,所以那個生活品質太差了 因為那裡的環境我不喜歡 如果說他進出年薪兩三百萬呢 那可能就會考慮 不知道 商品城加緊趕工 大片荒地未來要蓋高鐵 福建平潭實驗區 號稱兩岸共治 找台灣人到大陸當公務員 網路真才職務五花八門 每年可領二十萬到六十萬的人民幣 最高年薪相當台幣三百萬 他們是號稱對於台灣的開放的 最後一個經濟特區 最後一個機會 所以本身來講平潭整個設計 就是針對台灣的工商業 來做一個整體企劃 拿高薪當誘餌第一波吸引七十多人 投履歷 最後只取六人 錄取率不到10% 全是狠角色 曾經參選市議員 金漢生計負責人杜德宏 現任平潭醫院副院長 交通與投資公司副總楊哲安 還有平潭區管委會副主委梁晴龍 都有金融背景 甚至傳出簽名黨主席宋楚瑜 也在延覽名單 實在是太小看也太侮辱了宋主席 國民黨啊 新黨啊 這都是最嚴重的 甚至於說有了政黨 他們的黨主席都有在那邊設辦公室 區內特別標示 距離台灣只有68海里 交通薪水雙管齊下 試圖把台灣人才一網打盡 三里新聞台北總部到 好了我們現在再換一個影片 台商在平潭島受害的影片 在台中跟高雄在遊行的 來請看 全對中共在福建平潭設立實驗區 福建聲張抵台大力推銷並進行非法招商 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發起抗議 中共投資誘騙陷阱的大遊行 告訴台灣民眾 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資的又一個火坑 我們今天的透視焦點 黑暗福建 貪官橫行 投資福建 死路一條 抗議中共引資伎倆 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舉辦遊行 面對中共大力推銷平潭實驗區 提出各項投資力多 受害台商表示 現在這個平潭說兩岸共同設計 共同經營 共同開發 最後共同共享 其實是騙人的 不過是另外一個引軍入翁的新招 這個就很擺明的 就是希望把台灣掏空 因為平潭 他每次都是畫一個大餅 然後設下一個陷阱 然後讓我們來到我們這邊招商以後 台商一進去以後 他就往中作編了 開始宅你們了 現場參與遊行的台商也控訴中共黑暗司法 說中國現在的司法 根本就是招商引資的詐騙工具 我們今天最主要來辦這個活動 我們也就是要警告台灣人 中共的這些 這些伎倆我們已經看透了 中共就是這樣每次 就是他如果法律贏你 他就依法辦 法律輸你他就用搶劫霸戰 司法在中國大陸啊 簡直只是作為他來 詐騙的一個工具 這根本就沒用 中國的人民最高人民檢察院 告訴法務部說 我這個案子不在兩岸司法護住範圍之內 我把海基會跟海協會簽的兩岸司法護住 拿給他看這白紙黑住 賭足罪啊 怎麼會沒有呢 那法務部說他們說沒有我也沒辦法 所以我們這個法務部好像是他的下屬單位 他說沒有就沒有 受害台商接下來 將繼續在台南高雄兩地遊行 要用血淚教訓 揭露中共誘騙投資陷阱 新唐利亞這件事秋天喜照陽 台灣台中才 好啦 那我們現在 再來換一個 三例啊 只有跟我們報一次 啊就沒有報了 好就是來受訪 我們只報一次啊 我們來看看三例的報導 新傳單報紙廣告 厚厚一疊權利法案上到處可看到 台灣民政府五個字 走一趟總部 發現都是穿白襯衫的年輕人員在辦公 他們我們現在目前有分出幾班和高級班 那我們兩班都上完的話會有那個證書 那他就是未來的公務人員 參加顏錫營一次六千元起跳 未來就可以捅一輩子鐵飯碗 台灣民政府還自製晶片身份證每張一千元 號稱拿著它就可以自由進出美國 如果你用中華民國護照 他要你證明你是台灣人 你又拿這一張 就可以準確了 寫著黑熊部隊這一大碟 附上姓名電話大頭貼 通通是來應徵台灣民政府警察 卡其色制服上就袖著一隻大黑熊 台灣民政府2008年2月2號成立裁內閣制 發下豪雨要發出四十億萬份身份證 找到四千名公務員以及木道一千位警察 紅道元所以才有這個機子 國旗綠色代表台灣福爾摩沙 中間藍白色代表美軍佔領中 最外環則是台灣六個州 每一位州長都有自己的辦公空間 各自獨立運作 馬英九啊 生吞活潑台灣人 所有的五大基因都破產 你看他哪一點做得好 或只看不慣馬總統治理國家方式 更揚言 如果台灣民政府獲得美國認證 往後只要馬英九敢自稱政府 就提告 但大家的疑問是這個 誰瘋了 以後就知道了 不要兩名你會看得到 衝著馬總統而來 帶領台灣人獨立 號稱不從事募款 但卻有財力在報紙刊登半版廣告 少說幾十萬起跳 還有自己的停機坪 台灣民政府 能比中華民國政府 有多少國際空間 外界都睜大眼睛 三星文黃玉峰白巧英 桃園採訪報導 這個地方我是感謝三立 但是他是不適合報導 我們的這個 晶片的身份證 是美國製造 不是自己製造 那麼我們現在來換 一個片子 就是說我們到美國的訪問團 到美國的訪問團 到美國的訪問團 他用這個晶片 進到美國的海關 跟他國務院的現身說法 我們來看一下 謝謝 畢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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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大家 兄弟姊妹 平安 今後機會 非常好的機會 因為我能夠 站在所有弟兄姊妹 的面前 來做一個最清楚 畢町 我們一定常常 非常情臭 簡單的事情 是什麼樣的簡單 又清楚 就像我們 4月24號 到美國國會殿堂的時候 我們就用ID 而且我們20號 傍晚進入到美國海關的時候 我就跟海關說 我這邊有ID 他也放進去 No problem 沒問題 沒問題 然後我們到國會殿堂的時候 我又幾個同心帥 Yahoo yahoo 過來過來 還要準備吃山豬 結果美國沒有山豬 那我們去的時候 咦 怎麼要去那裡 原來又要到國務院 那國務院呢 我們七個人就進去 那只有用ID 一放進去 好 OK 我就進去了 這是非常好的見證 這不是高砂組做的 黑熊裡面的 這個腰子呢 不是呢 也不是飛鼠裡面製作的 是美國國安圖製作的 秘書店 非常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這個流亡政府 常常說 一變成二 二變成五 難怪我們高砂組說 一二三四也不知道 一加一等於二 所以真的搞混了 這個流亡政府 混到 不要講好了 我就在美國 親自親眼 有這樣的見證 所以非常千真萬確 那其他的活動 由其他的同心來講 多謝各位 好 現在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前面那幾個人 我們去 去 在56期 他們剛回來 我就請他們來 獻身說法 這個就是拿這一張 我們的 金片的身分證就進去的 他本人是 牧師 牧師可以亂講嗎 不可以的 所以 要告訴大家 那 因為 這樣大家都很清楚 第一個 我們 下一期 是高級班 下個禮拜 就是高級班 下個禮拜五就高級班 如果你們要報高級班的話 趕快可以跟桌長報名 或是 那麼跟 我們辦公室 報名 早一點 提報名 這個要 要記住 這兩個 告訴大家就是說 我們 的確 是百分之百 因為 我們 要告訴 來這本 這我 我再 不是那本 國民權力法案 有沒有台灣 國民權力法案 有沒有 台灣 國民權力法案 台灣 國民權力法案 或是大家上網 那個是 我們 要完成 那個是 來來去去 送去美國 三回 才通過 所以 我們在這邊做事 都是 一步一腳印 那 好啦 瞭解這些以後 我講這個大家都看過了 大家都看過了 大家都看過了 我們 指示 那麼給大家 時間上的因素 大家 看一遍 我們最主要 要告訴大家 告訴大家 告訴大家 在台灣各地 都有辦事處 這個是在什麼 台北 重慶北路 二段 108號 大家 大橋頭的捷運站 專聯站 或是大橋頭捷運站 如果國外回來的 可以到這邊去參觀 那每一個地方 我們都有 龜山 也有 後來我們本部都可以 再來 台中 在彰化 來 雲嘉蘭 在嘉獄 那個 東七 我們星夜東路 328號 再來 台南 在 林生路一段 169號 好 期望 他禮拜三 禮拜四 都有 在做 演講 來 台南 高雄 州 在三明區 智利 一路 387號 也有 很多 我們這個是在警察局對面 宇蘭 宇蘭 宇蘭州的辦公室 就在宇蘭市中山路 二段 290號 對面是 宇蘭縣的警察局 玉璃也有,很多啦 我們只要請大家幫忙就是來辦晶片 我們這個是晶片喔,不要給人家呼嚨 沒有晶片的都不對 再來就是請大家來受信 這個就是要拜託大家的 回去以後,是不是大家要有信心 你的態度做出來,你的有心做出來,好不好 感謝大家,今天到這邊結束